把這個椅子打開 把這個小的放到大的裡面 把大的鬆起來 然後把快速的搖動進去 嚇死了 哇!整個不開了 開始吧 好,那這個是我們利用 重心越低的話 它越穩定 所以它現在 當它掛上兩個螺絲或帽的時候 它的重心就偏低 所以偏低之後 所以我們竟然在這裡搖畫 它都不會掉下去 那這就是我們的重心 就像不倒翁一樣 重心越低 它越穩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搖擺來輔的玩具 這樣子